请听唐达天的长篇小说《一把手》由方博演播 钟晶晶更明白 如果这一次他再推三赌四 去说别的原因的话 只有争来的是怀疑以及猜忌 这样想来便不得不说 许华告诉你吧 我不是感冒了 而是做了人工流产 什么 你做了人工流产 什么时候做的 他却盯着说 他说 做完还不到一星期 我怕在西川做让人知道了说闲话 一个人悄悄上省城做的 他说 是谁的 他看了他一眼 很奇怪 他为什么向他问了这样的话 是不是自己没向他打招呼 擅自上省城流产 让他产生了怀疑 于是便坚定的说 是你的 他一下沉默了 沉默了好久 才说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不知道怎么的 心里突然涌起了无限的委屈 泪水 就止不住地涌出了眼眶 我 我本来想等你来了 跟你商量一下 你想要 我就跟你生 等孩子长大 我再告诉他真相 但是 你一只猫 一直来不了 我想 我还是骄骄做了算 免得给你 尊贴心里上的压力 你是不是不高兴我这样做 他一下拦紧了他 他知道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 都是为他好 退一步讲 他知道了 又能怎样 除了心里 添些烦乱 结果肯定 还是不能要孩子的 此刻 他感觉 面前的这个女人 太善良了 太让他感动了 如果 换了别的女人 他会这样做吗 他要不逼着你离婚 至少 你要狠狠地敲一笔 不达目的 绝不善罢 甘休 可他却不同了 总是默默地 替对方着想 他没有直接回答 他的问题 也不好回答 如果说 高兴 是不是太自私 如果说不高兴 又不是自己的心愿 况且 说了 还会给他的心理上 增加负担 他就好说 委屈你了 只是委屈你了 他抹了一把泪 青山说 没事 都过去了 只要你不生我的气 我就高兴 他替他抹着泪说 别说少了 你为我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 我还没有感谢你 怎么会生你的气 不会的 不会生你的气 他突然想起了 他今天 刚刚游够回来的 白金项链来 遗憾的是 出门时 没有想着 到他这里来 也就没有带 伸手一摸 却摸到了方进财 交给他的那把钥匙 就掏出来 用手 吊在他眼前 晃着说 你看 这是什么 他不解奇异地说 钥匙 他说 是新市集花园的 上面有地址 18号楼 背座三名钥匙 120平米 这是给你的新房 他突然作急说 啊 我的 我不是在这里住得很好吗 他说 小傻瓜 这套是你租的 不属于你的 那套房子才是你的 房产证过几天 才能办下来 户主的名字是你 房子已经装修好了 还配位了家室家电 你随时搬过去 就可以了 啊 他一下愣住了 他从来没有向他提过这件事 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 突然喜从天降 他真有点承受不住 能拥有一套宽大明亮的房子 是他的心愿 但是 又因为来得太容易 反而让他产生了怀疑 疑惑有点不踏实 更是他担心的是 如果是因了他 让苏伊伟接受别人的贿赂 岂不是害了他们 他轻轻地将钥匙放在了茶几上说 伊伟 这房子是谁的 我看 还是退给谁算了 别住了他的房子 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就不好了 他哈哈大笑着说 放心 我的宝贝 我苏伊伟 绝不打无把握之战 不该得的 一分我都不要 这是我一个非常要好的 搞房地产的朋友送的 我要不接受 反而伤了朋友的和气 你就放心搬过去吧 搬到了那里 我也好常去 说实在的 为什么我最近来你这里有点少 除了工作忙一些外 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性能因素 总觉得我好歹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 不能为你创造一个舒适宽松的生活环境 好像五点不太地道似的 而且 我还觉得 这里居住人员混杂 不太安全 钟晶晶 轻轻拧了他一把说 说得难听死了 什么不太地道 他握住了他的手 说 听话 搬过去吧 搬过去了 你拿一把钥匙 我也拿一把钥匙 我有空了 就尝去 去了 你给我做手工拉条子吃 他这才点了点头说 只要你高兴 我就听你的 白金本 自从挨了苏伊伟的批评后 沉闷了好几天 白金本那天在会议室里接电话 并不是故意冲着苏伊伟的 更谈不上对他挑衅 说实在的 一个小小的触级干部 再牛逼 也牛逼不到故意与市长作对的份上 除非他的脑袋进水了 白金本的脑袋没有尽水 他那样做 主要的原因 还是习惯问题 过去 每次开会 总是那么强调 但是 会议中 照样有人接听电话 大家似乎 已经见怪不怪了 另外 还有一个原因 他有两部手机 一部是常用的 一些熟悉他的人 或者不太熟悉他的人 都知道他的这部手机号 另一部 是最近办的新手机 只有关系特别的几个人 才知道这个号 问题就出在了这部手机上 他当时 只关了那部常用的 却忘了 关另一部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新手机响了 一看号码 是省建设厅赵厅长的 而且 赵厅长说的是 直接与他的切身利益有关系 他不能不接 自从苏伊伟 被正式任命为代事战后 他知道 他在西川待下去 没有多少希望 后来 果然从魏国华那里听说 苏伊伟 想把他调到气象局去 官场中的人都清楚 从有十权的一级局 调到无权无力的二级局 虽然职务没有降低 权力却大不一样 这样的调动 与放到二线 没有什么两样 与提前退休 只差一步 这就意味着 他的官场生涯 从此结束 他当然咽不下这口气 他一方面 利用杨林山 想抱苏一箭之仇的急切心理 操纵着 让他寻找苏伊伟的把柄 指他于死地而后快 另一方面 他又积极上省厅活动 想趁省厅的一位副厅长 刚刚退下来的机会 利用与一把手赵厅长的亲密关系 调到省厅去当副厅长 那一天 赵厅长就是与他谈这件事 赵厅长告诉他 现在正这个位子的人很多 光建设厅 就有好几位处长 眼巴巴的盯着这个位子 让他抽个时间 再来省城找找上面的人 只要上面有人说句话 他就好办多了 挂了电话 他心情很愉快 所以进了会议室后 他还一直笑着跟人打招呼 没想到的是 他笑着苏伊伟却黑着脸 把他好好训了一顿 事后 他越想越不太对劲 如果在会议室里接电话的不是他 而是赵首里 苏伊伟也会发那么大的火 答案肯定是相反的 这就是苏伊伟本来看他就不顺眼 好不容易败到这次几乎 他一定会拿他当鸡 杀了 让猴子们看 官场中怕就怕跟错人 他也不知道 王天兽怎么那么断命 要知道这么靠不住 当初也不会为了他去得罪苏伊伟 哎 没办法 石头大了绕道走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尽管他心里对苏伊伟恨得咬牙切齿 但是 面子上 还得装出一副尊重他的样子 他不得不厚着脸皮 上苏伊伟的办公室 承认错误 尽管苏伊伟在哈哈大笑中 与他和解了 但是 他从苏伊伟的笑声里 也窥测到了深藏的虚假 与蔑视 这天晚上 白金本实在太郁闷了 就打电话 叫来杨明山去喝酒 两个人喝了一枕 杨明山看白金本心里 好像有什么话要说 就问 哎 白主任 今天好像闷闷不乐 啊 是不是 有人惹你生气了 白金本 学了他过去的话说 哎 被狗咬了一口 杨明山一听 就明白了他说话的含义 他已经隐隐地感觉到 他所说的狗 觉得是水 一下子 一下子便有了同病相连的贴近 就说 哎 是不是他 白金本点了点头说 上一次 他把你当成了一只花吧 不惜烧着你 来照亮他的仕途 今天 他又把我当一只鸡 杀了让猴们看 哎 你所树立他的微信 哼 接着 他便把所发生的事 向杨明山详细说了一遍 他觉得这样的话 也只能给杨明山这样的人说 一是 他们心无戒力 关系一直很好 二是 他们俩的遭遇又有相同之处 他们的共同对手 有多是苏伊伟 在这边上 他们很容易达到一只 也很容易 能找到共同的话题 白金本说完 杨明山就接了说 他这个人 特别会钻空子 凡是有利他的事 他就抓住不放 所以 我们也要学会钻空子 钻他的空子 以其人之道 完治其人之身 白金本说 哼 你光这样说不行啊 你得有具体的行动 杨明山说 有啊 行动也得一步一步来 现在 套子已经下好了 就等着他钻 白金本当然知道 他所说的套子 是什么意思 别说 现在怎么样了 有没有新的发现 杨明山说 苏伊伟最近 再没有去过 钟晶的那里 是不是 他有所发现了 白金本说 不可能吧 搞不好是 王文达那小子 混上副局战后 开始向我们耍滑 你最近 见到王文达没有 杨明山说 嗨 我与他 都是常联系 他好像不是那种 忘恩负义之人 前两天 他还征求过我的意见 说是 要去感谢一下 魏书记 我说 那是当然的 吃水不能忘了 挖井人 魏书记 给你帮了那么大的忙 感谢感谢 是应该的 没想到 他去了魏书记的办公室 带了三万元 魏书记 不但没有收 反而批评了他一顿 他回来跟我一说 我一直很纳闷 究竟是因为数目太少了 还是魏书记 真正是一个刀枪不入的人 白金北说 嗨 你们呢 对魏书记 还真的不了解 他与苏义伟 截然不同 苏义伟 据说那是假象 是做给别人看的 他恨不得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以此 达到他的个人目的 而真实的情况 究竟怎么样 只有天知道 魏书记却不同 他拒收 是真诚的拒收 不声张 更不作秀 私下说服对方 悄悄的 就把问题了结了 如果他要动点 歪心眼 代事长 能轮到他苏义伟 就是论子排位 也该是魏书记俩 杨明山说 那 那他为什么不争啊 白金北说 哎 怎么说呢 他这个人太原则 因为太原则了 就有些太老实 太古板 有个例子说吧 在代事长 还没有定下来之前 下巧魏书记 到省里去开会 我提议他 顺便去看看 省委组织部部长 谢长顺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 谢部长 是魏书记 大学同学的亲哥哥 魏书记也同意了 答应让我准备了 一点礼物 跟他一起去 谁都无法想象 我们带的礼物是什么 说出来都笑死人 我们只带了一点 烟酒和茶叶 这什么时候了 还像乡镇企业家一样 现在乡镇企业家 都不送这些东西了 要送就送红包 我说书记 这恐怕不行啊 要不 我先准备上十万元现金 直接送给他算了 这些东西就不带了 你知道魏书记怎么说 他说 你这不是害人家谢部长吗 再说了 我一送钱 让谢部长怎样看我 你让我的老脸往哪里放 算了算了 你别给我出搜点子了 就送这一件酒 进你心就对了 你想想 像他这样 在这个关键时刻 不叫练才怪 杨明山不解的问 这我就有点搞不明白了 他既然这么连接自律 公正无私 那他为什么在王文达的提拔上 显得过于个人化 好像听了我们的介绍 就轻易的答应了 白金本说 这我也搞不清楚 我想是不是因为苏伊伟的提拔 对他的触动很大 心里瞧不起苏伊伟 可又拿他没办法 下轿 王文达知道一些苏伊伟的违级行为 想利用一下王文达了 就把他提拔了下来 让他更加为他多做一点事 再说了 王天寿不是已经推荐过王文达了吗 王文达也符合提拔的要求 他觉得 只是一个顺水推舟的事 也就答应了你 有些事 这是千丝万缕 人的性格也是千奇百怪 很难说清楚 比如这官场中的人 有人爱财 有人好色 有人争强好胜 爱财者未必是庸才 好色者未必不正直 争强好胜者又未必大度 世人都有他的性格弱点 都有他的不足 什么叫 看一些所谓的官场小说 好多作家根本不了解官场 写到腐败分子 一个个贪财贪色 都是无能之辈 写清正连接的好领导 一个个都能力过人 正直善良 无欲无求 说不知 往往一些色鬼 很有普世情怀 反而很善良 一些贪财者 能力反而过人 一些政治的领导 有些地方 反而不那么宽容于大度 甚至还有点斤斤计较 对权力的欲望 并不比贪官们低 正如事物是多样的 人性也是多样的 一个人 一种秉性 不一而足 杨明山 哦了一声说 哦 白主任 不愧是官场中人啊 讲起来真是头头是道 我虽不是官场中人 却与官场的人 接触不少 听你这么一说 还真是这么个理 长篇小说一把手 今天就播送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